大家好,我是优狐,包材产品馆黄金 好看才会有人想喝,好喝才会有回头客 包材设计好了,可以增加用户对产品的兴趣,主动传播 及增加门店的知名度,设计不对,努力白费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包材设计的十大坑 让你不再花钱买教训 零饮杯是我们奶茶店用的最多的包材 但有时候logo颜色与奶茶颜色相近无法突出我们的logo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我们的logo加一个底色 但是前提是logo的底色与我们的文字要有明显的鲜明的一个对比 这样子才可以突出我们整个logo 或者是说我们在选择颜色的时候可以选择黑色、红色、蓝色 作为我们的一个底色 这样它与我们的饮品也会有一个鲜明的对比 这样我们整个logo才会有更好的一个突出和展示 第二点,slogan的设计 现在很多品牌在设计slogan的时候喜欢把slogan设计的很长 导致消费者在拍照的时候拍不全 那我们应该如何去避免呢 我们可以把slogan缩短放在logo的下面 这样子在拍摄的时候可以拍全 纸杯是除了人饮杯外用的最多的杯子 但很多人在设计的时候忽略了我们纸杯的优势 只是简单的做一个logo的设计 没有去做其他更多的元素 纸杯装上饮品之后是看不到里面的产品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发挥纸杯的优势 纸杯的优势有哪些呢? 它可以不限印刷范围 不限我们的颜色印刷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发挥纸杯的优势 可以设计与店铺相符合的元素和颜色 让更多的消费者被它的美去吸引 传播拍照打卡 就如中国风的茶颜月色 奶茶子袋现在越来越流行 但在设计的时候很多人会采合纸杯一样的坑 只做一个简单的logo设计 或者是一个简单的logo加一个二维码 没有其他的任何元素 纸带的设计是不限制颜色和印刷范围的 所以我们在设计上应该多花一些薪资 做出一些美感的设计 除了包含logo外 我们可以增加一些手绘图 产品元素图 地标性图等等 因为纸带是可以循环使用的 只有当我们的纸带够美的时候 顾客才有欲望继续循环使用 当顾客提着我们的纸带行走在各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无形当中是为你的品牌做免费营销 很多品牌在设计交代的时候 会做五颜六色的设计 这样不仅会增加我们的成本 而且在装上我们的奶茶饮料之后 无法突出我们的品牌logo 以我十年的包装经验告诉大家 在设计交代的时候 我建议只做一个单黑色的印刷 这样不仅我们的成本会降低 而且在装上我们的奶茶之后 顾客提着在路上行走的时候 无形当中是在为我们的品牌做免费广告 因为这样子可以呈现我们整个logo的突出 杯套现在很多人在设计的时候都会受到局限性 还是中规中矩的做设计 无法突出特色化 所以异形杯套的诞生 可以突出品牌的文化性 可以玩抒情文爱与顾客产生更多的互动性 各种好看好玩的杯套 大家都会有想拍照打卡的想法 这样的传播就是在增加你品牌的知名度 现在部分品牌在用吸管的时候 会采用这种纸包无印刷的吸管 但是要做好更多的细节的话 我建议是在我们的品牌外包装上 做我们的一个logo印刷 这样不仅能提升我们的品牌力 而且整个细节也会做得很好 印刷和不印刷的 它在成本上相差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它可以让我们的品牌提升更高的几个档次 拿出备时的标签来举例 很多品牌在用的时候 还是用我们这种无印刷的空白的一个标签 那其实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标签上面 印上自己的一个品牌logo 或者是说我们的slogan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品牌颜色做延伸 细节的处理可以提升 我们在消费者心中的定位 减而言之就是提升我们的品牌力 各种异性品的出现 让很多品牌增加了营业额 因为它好看又好玩 但是很多品牌没有在我们的瓶子上 印上自己的品牌logo 即使顾客打卡传播也是无效传播 我们应该在瓶子上印上自己的品牌logo 这样的传播就是有效传播 但是在印logo的时候 选择颜色的印刷也要选择对 看这个是反面案例 看这个是正面案例 所以我们在选择颜色的时候 最好是选择金色 因为它更能凸出瓶子的高级感 也能凸出品牌的高级感 看这个瓶子装上银品还好看吗 现在各大媒体平台的博主和个人分享奶茶 打卡最多的是各类特色异型瓶 瓶子对于消费者来说 它深受喜压 因为它有吸引力 有美感 所以它的曝光度和分享是最多的 用上特色异型瓶 可以无形当中 为你的店铺带来更多免费传播 让你的品牌曝光度增加 了解更多特色异型瓶 或者包裁商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我们将一一为你解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